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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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客人啊 啊 闺蜜 啊 不 你姐夫的发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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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给您炖了一只鸡 有机农场的 说是听音乐长大的 对身体特别好 我身体已经好了 真的 我不用补了 我都炖好了 热一下就行 真的不用补了 姐 我买了可多菜了 你看 都特别新鲜 都特别新鲜 你放下就好 我自己也好 哎呀 姐 你看这热一下特别方便 这鸡可入味 我今天去买了可多菜了 都可新鲜了 哎呀 小心点 有客人啊 啊 啊 对 我 啊 呃 闺蜜 啊不 呃 你姐夫的发型 哦 美国回来的 他在倒时差 在睡觉 嗯 噓 那你快去休息吧 我来我来 不是啊 姐夫 您这干嘛去啊 啊 哦 我去阳台打个盹 去阳台打盹可不行 最近变天 打个盹特容易感冒 您要嫌床不舒服 我给您买个山增垫 不不不 对脊椎特别好 不用不用 我知道 感谢感谢 姐夫 哎 那您帮我看一下火 我去个洗手间 哎 你干嘛 啊 啊 我我上个厕所 啊 啊 吵什么呢 吵得我都睡不着觉 你姐夫 啊 鸡 啊 啊 什么味那么香啊 啊 是这样的 你姐夫 给你炖了这鸡 想给你补补身体 哦 小心小心小心 这个鸡呢 是从小天天越长大的 是在酒精农场长大的 是的 特别高级的鸡 谁也要长大的啊 姐夫 阿姬 哦 怪不得这么香 嗯 谢谢啊 不客气 你爸喂了干嘛呀 我不冷 哦 我我冷 冷成真眼还定心 嗯 你你赶快休息吧 哎 哎 是是要休息 可是你们太吵了 你都把我吵醒了 你说我要睡不好觉呢 对宝宝也不好 对不对呀 对对对 那个行我睡了 你别再出声了 好嘞 哎这个鸡汤呢 好好炖 我不喝你们行也别喝 哎 不敢不敢 好好好 好啊 休息点啊 嗯 快走 哎 小龙不用送我了 哎 好好好 好好 不要放盐和胃精啊 啊 好的好的 哈哈 姐夫 你们怎么在这儿 嗯 这儿 在等你出来 啊 顿鸡 哦 鸡 顿鸡 姐 按您说的 没放盐和胃精 嗯 谢谢 嗯 那位不出来吃的啊 嗯 好不不 嗯 那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吃 你不在这儿一起吃吗 啊 不用了姐夫 我减肥 啊 有时间我再来看你们 嗯 行 好 啊 有客人啊 啊 闺蜜 啊 不 你姐夫的发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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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妙 你在哪儿呢 我找了你半天没找到 急死我了 我哪儿也没去 真的哪儿也没去 嗯 我就是一个人待了一会儿而已 那现在在哪儿呢 没事儿 你不用担心我 行吧 我现在这儿有点忙 我可能回不去了 晚上我也未必能陪你 不用陪 我挺好的 行 那明天 明天要投入时间找你儿子 好吗 拜拜亲爱的 嗯 拜拜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先别着急做决定 林奥阳值得你再考虑一下 看来 庸阳没有跟他说咱们家的事 没说也正好 屋里边那个已经很难伺候了 这个小李的脾气简直太差了 真的 只他那脾气要有 要有方苗一半好就行了 都怪方苗 他自己不争气 你看我干什么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 你跟他是一样的 所以你最有发言权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 反正孩子的事也不是我说了算 况且有没有不都过来了吗 着急有用的话 咱们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你是说住进林家的 是周末 当然 周末不可能怀孕 这只是我们复合你和他姐关系的一个手段 跟林欧阳没有关系 林欧阳其实是为了保护你 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其实这也是我的意思 你不相信我吗 没有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其实我一直拿姐姐当亲人看 他这样我觉得 那你可以原谅他吗 我当然不能当成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至少我得鼓起勇气试一试 他毕竟是悠扬的姐姐 我爱悠扬 我得为他试一试 你能这么想就好 其实有些时候 人把自己的恶展示给最亲近的人 并不是想要伤害的人 而是希望以暴露自己的人物软 用错的方法 七年前 我和钱宁有分手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毕业 我就认定 他一定是我要娶的那个人 后来我的父母 跟林荣阳的姐姐一样 甚至比她更极端 我都已经做好准备 一毕业我们就结婚 可是还没等到毕业 我们就结束了 那个时候我一直想不通是为什么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他当时的想法 他的痛 不知道比我多了多少倍 我听过这个故事 不过 是另外的版本 你的前女友 不就是周一吗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哎呀 这谁说要把林家搞得天翻地字 现在怎么这么平静 你这计划 这不好使啊 能买我吗 谁能想到在林家说一不二的林优雅 见到我之后 严廷记从这么多人啊 你说你怎么做 我在他们家呀 吃饭顿顿都不重量 然后呢 那一定是干干净净送到我王里的 我想挑那刺都挑不出来 我每天在他们家就是找事儿鸡蛋缝 挑骨头你知道吧 要不是这是我自个儿 我就是那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那样 我自己都烦死我自己 你说我们要不要换个方案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林优雅的姐姐 为什么一直比着她要孩子 林优雅是他们林家的独苗 他们林家续香火 这事儿就落他身上了 要么就是为了财产 周末 你什么都不用管 继续执行你计划的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那会不会对姐姐的打击太大了 我自有分散 看哪 这是方淼的治疗方案 该吃什么药用什么激素 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病是可以治愈的 耽误不了林家什么传宗接代 你怎么能说得这么难听啊 什么叫传宗接代啊 难听难听难听 换一个我换一个 我换一个说法行吗 激进传递行不行 不一样吗 你不要跟我嚷嚷好不好啊 我头疼的 杨阳你这么跟我说话 我非常的寒心 姐姐一切都是为你着想 你想想 如果方淼治疗的话 可能时间会很长 三年 五年 甚至八年 那么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四十多岁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就可以装病骗了 你看看 他居然是他姐姐装病骗的 我 我怎么可能装病骗你呢 你装的 张医生都跟我说了 这个老张太不仗义了 真是 您话说回来 姐您的眼睛是真的好啊 就差那么一丝 我都被您给骗了 这不是太厉害了 你的 eye 优雅 没有 借雅 тебя是一片苦心啊 杨阑 姐姐很了解你的 姐姐都是为了你好 姐姐知道你重感情 重情 你 为了感情 你可以付出一切 但是 感情 和婚姻是两码事 是 姐 如果这个是你的建议的话 这一次 我听不了你的 悠扬 悠扬 你怎么不说话呀 刚才在悠扬面前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是什么立场 你发表你的立场 立场啊 喂 姐姐 我是小李啊 今天下午呢 我爸妈就到你家了 林欧阳呢 会去机场接他 你呢 也收拾收拾 把家里面的行李 该搬走搬走了啊 小李 我觉得你这样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哎 姐姐 您说这话 我可就听不懂了 当初是谁跟我说的 让我搬到你们家住 你来照顾我来着 我搬到你们家 吃不好睡不好 这也就算了 你说我爸妈千里迢迢的来到你家是吧 你让他们怎么住啊 那你说我是为了谁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林家有后啊 好 好 好 我马上搬家 嗯 嗯 好 再见 你说 我牺牲了这么大 我为了谁 我为了谁你说 你说话呀 赶紧收拾呀 班家 你坐着干什么走 要收拾你收拾 我也觉得很累了 你什么意思呀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也像悠扬一样 不听我话了 不以我为主了 对 我发现了 这段时间 你老是阴阳拐气的 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想干什么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我来说就是你 如果是阴阳拐气的 我来说你 我来说你 人呢 你不是 你不是要请我吃他餐吗 干嘛约到我们学校啊 我们像食堂 没什么可吃的 自从你讲了你伤心的爱情故事 我才发现 能让我不痛苦的唯一办法 就是看你痛苦 我教得里都闪跑了 你怎么来了 在尔海开一间民宿 是我下半生 必须实现的一个梦想 我几乎每年都会去那里 走走停停 先放当地的和氏民居 还有有机能厂 去年初秋我在彩村 尔海西岸的一个小谷镇 半夜呢 房东约我去打夜雨 我们两个人一条船 跳在海面上 银河就坠落在头顶 就好像所有的星星 都是属于我的一样 太美好了 你真应该看看 好 我可以给你投资 没看出来啊 你约我出来是为了谈合作 你别误会 出钱的是我爸 我有什么厉害的呀 我连我自个儿喜欢的人啊 说这个干嘛 我觉得你这个理想特别好 我呢愿意为你实现那个理想 那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去哪儿 本来 我没想说 但结果不小心就说出来了 说实话 在遇到你之前 我对我的人生规划 就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会不自觉地想 大特设计 你会希望的 这么好的风景 你要是能看一看的话 就太好了 就太好了 默默 我不是一直兴起 是真心想邀请你 这是我的设计杆 这是大堂设计 我准备采用庭院式风格 扶梯呢 我准备用西班牙的米黄韵式 蓝盒呢 就用铁花和钢丝 运用智能家具 放弃传统式前排 尤其是这个回收垃圾呀 对对对 怎么了 不管兴趣 不喜欢 确实是有点 我的错 不好意思 咱们聊房屋内部设计 这个你肯定感兴趣 这个最冷的 你肯定会爱死这个设计 你看啊 这个床旁边呢 我不准备用 这什么蝶花呀 玫瑰花都不用 太单调 咱们用什么 用LED屏幕 里边放什么呢 流光一彩 这样多好 那大住吧 我呢要回去上班了 再见 等一下 等一下 等 等 等 你对这个LED的 是不关心你 一点都不 我就知道设计有问题 其实 怎么改呢这是 我说 只不过才过了七年 好像过了一辈子 一切都没变 只是我们都变了 阿姨来照我的那个下午 你是故意躲开我的吧 是我妈安排的 她是想跟你单独聊聊 不希望我在场 妈 您跟她说什么了 她怎么跑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下午 你们说的是什么 阿姨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来找周一吧 小脸 你要对我们周一好啊 阿姨 你怎么了 我就这一个女儿 交给你了 不是阿姨 你这好端端地说这个干吗 你们俩的事 你爸妈妈怎么看 我妈我爸挺同意的 他们觉得挺好的 我有个想法 当然 按老规矩 这会儿说出来 挺奇怪的 你别怪阿姨冒昧 没事阿姨 您尽管说怎么了 我 我想 能不能安排一下 我和他们一起吃个饭 找个地方阿姨请客 或者 到阿姨家也行 要不都毕业吧阿姨 是 是不应该这么着急 可是 可阿姨有点特殊情况 不是深思熟虑 阿姨是不会张这个口的 怎么样小脸 你就当帮阿姨个忙好了 回去跟你爸妈说一下 如果 他们不愿意 阿姨不勉强 我真做不到了 我真做不到了 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阿姨 而且阿姨已经身怀之后 跟我说那句话了 我想结果一定不一样 我知道 跟你说这些你不感兴趣 可是那天下午 确实发生了一些失去 你应该知道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反对我上大学谈恋爱 让我以学业为主 所以咱俩的感情一直以地下为主 每回他们来学校 咱们都得装作谁也不认识谁 我知道这阿姨很不舒服 可是从小 我一直听过父母 我也找不到一个好的沟通方式 跟他们说 可后来 你为了我 放弃了工作去考验 我真的很感动 我一想 我也快工作了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应该担起责任了 所以我选择跟他们谈谈 你是要女朋友还是要你妈呀 别的我们都可以听你的 这件事情必须听我们的 这个时候盘的恋爱都不算数的 不能修成正果的 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你从来没告诉我这些 一次次事外的沟通 一次次被他们这样 我哪还用俩跟你说 那个下午 我爸妈也来学校了 他们是放心不下午才来抽查的 阿姨 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回去跟我爸我妈说一下 说 你 你 你怎么了 别去了 走吧 你 你 别去了 阿姨 我真做不到 阿姨 我也给他们大吵了一架 可是 没有任何用的 后来我去宿舍找过你 他们说你回家了 我气不过就给你打电话 让你出来见我 怪不得她是那样的反应 李断 如果你这次不来 你以后永远都不用来了 我 我一猜你就躲在这里打电话 不是答应我们 不跟这个女孩子来往了吗 她跟你不合适 不要再来往了 你答应过她对不对 我这怎么想的 不行 你不能给她来往 我求你 求你 你现在的忙 那你转转她 你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看她之后 我跟毕业导师因为做设计去了惠州 你还记得我在激公学校 受到你的分手短信吗 我当时打电话给你 你电话已经关机了 我真的很不理解 我是从留在本校的学生里 才得知你辍学的消息 他们说你离开学校的那一天 还见过你 说 说我有了男朋友 是啊 那我目的达到了 你们好吗 你们好吗 连一个月都不到 其实严格意识上说 根本不算什么男朋友 现在想起来 对那个男孩同样也不公平 那时候我 只是希望这个消息能伤害到你 错了 这就是命运跟我们开的玩笑嘛 我只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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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得开心 你 你 多别就得开心 你 你 我只得开心 你 你 我只得开心 我的心里是要的 不管你的心里是要的 童儿男 我喜欢你 不管你的心里是要的 我喜欢你的心里是要的 不管你的心里 不管你的心里 童儿男 我喜欢你 谁啊 你是这么美的 李白天 你谁啊 李白天 你出来 不是 先生 这是我的家 你怎么能算找民宅呢 李白天 你是谁啊 李白天是谁 我媳妇 李白天 你媳妇是谁 这哪有你媳妇呢 出来啊 我看你了 别躲 不是 先生 李白天 你 我告诉你啊 土字给我清楚点 我叫李白天 听懂了吗 今天你来了 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了 咱俩早就结束了 结束了 小李 他是谁啊 怎么回事啊 跟我说清楚是吧 对 好 那咱就别藏着掖着了 你说你带着孩子跑别人家 吃香的喝辣的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告诉你啊 赶紧跟我回去 给我妈一个交代 要不然别怪我 翻脸不认人 走 等等 干什么 小李 你跟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 发生什么事了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谁的 当然是我的了 你能拿什么证明 你有什么能证明呢 没有 你有吗 想要证明是吧 简单啊 医院做个亲子鉴定 不就完了吗 如果孩子姓林 我扭事就走 二话没有 如果这孩子是我们包家的 娘俩我都得带走 而且你们林家 必须包赔我精神损失费 大大的精神损失费 赔着你们倾家荡产 你还别指我 告诉你再指 这孩子也是我们包家的种 我怎么了 你 我怎么了 你 怎么了 你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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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我是不是演过了 当然演过了 那你刚才给我比过什么呀 别废话了赶紧去医院 快去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没事 要真出什么事了 我负责 干嘛要你负责 要怪也怪李段 对 他处得馊主意 就怪李段 我姐怎么样 对不起啊 都怪我们了 我们考虑不住 也不能怪你们 我姐跟我姐夫闹离婚 然后 方淼知道真相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假设我们再这么一闹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瞒她 把事情说开了就好了 你姐和你姐夫要离婚 东洋 东洋 要不然这样 你们先撤 我姐也要出 动 那我们几个就不给你点添乱了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 没事啊 好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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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那个我姐怎么样了 她是由于啊 一时的交集 导致了神经系统的紊乱 造成了昏厥 现在已经没有事了 但是啊 我建议你再观察一晚 是是是确定没有事吗 放心 肯定没有事 行 那辛苦你了 麻烦你了 应该啊 谢谢啊 谢谢您 谢谢 悠阳 没事了 别担心 行 这下哥好 这林尤阳和方淼还没怎么着呢 倒是把林尤阳和邱子纵给整离婚了 哎 这个林尤阳差点从装病到真病 你想一想 一开始我就说这么干肯定不行吧 你看 出问题了吗 我还是觉得吧 当初就不应该让周末上 凭什么怪我呀 哎我可是严格执行命令 执行任务的啊 什么意思嘛 方案是大家同意的 现在说我 我当时投票给一叶子 谢谢 谢谢 别吵 老大 怎么办呢 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些人 出现在我们身边 可总被我们集体地忽略 你是说 林尤阳的姐夫 秋 子 冬 整个林家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都是林尤阳和林尤阳姐弟俩的合照 只有在角落里才能偶然间发现 他们夫妻的合照 而且在我们看来 这样一个家庭富男 不修蝙蝠的男人 可你们谁能想到 他可是当年南方航空公司 最受空准幻影的飞行人 英居帅气 可是邱子冬去从来都不懂心 从中学时代 就深爱着林尤阳的他 甘愿为他奉献一切 而当年林尤阳为了她的弟弟 举家搬到本地 林尤阳的工作属于正常变动 而邱子冬申请调职的时候 却遭到了领导们的极力反对 可在姐姐的鼓励下 邱子冬愤然地辞去了工作 在本地做了一个递金 而且是临续工 没两年以前 在我看来 她的心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蓝天 这样一个为林尤阳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男人 你们能想象到 她的心里有多苦 谁能知道 我相信 她 才是解决林家 所有问题的钥匙 可是她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她在哪儿 我还能说 我相信她 即便在买菜的半个小时里 她也要抽抽十分钟 去小酒馆喝上一杯 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可想而知 这个男人心中 到底有多回来 服务员 谢谢 谢谢 送给你 服务员 你是 我叫李段 李勇洋的朋友 我的职业是 复合大师 我是个独生子 但是在我这个年龄 可能是比较少见的 我在我唐哥了解之间 我是最小的一个 他们年龄最小的 估计都比我 大七八岁 所以 我小时候挺孤独的 也没人陪我玩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我母亲 给我生一个弟弟啊 或者妹妹之类的 长大了以后 我也特别喜欢孩子 我高考的时候 差点做一个特别 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我报考的志愿 差点抱幼稚 当然这个演完没有实现 到最后 我当了飞行员 我很喜欢这个志愿 我喜欢飞 我喜欢那种 在天上命 自由自在的感觉 当那么大一台机器 掌握在你的手上 多厚的云层 你都可以去拖河出去 那种感觉是 你们没有飞过 是感觉不到的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挺羡慕尤雅的 有这么样一个弟弟 虽然以前日子 过得挺苦的 但是他们的 能相依为命 对他弟弟 那么无为不值地照顾 这也是我欣赏 和喜欢他的地方 后来直到有一天 尤雅和我说 他要来本地 和他的弟弟生活 他想问我是继续飞 还是和他一起来生活 当然是我 因为我爱他 做什么我都愿意 做什么我都愿意 过日子呢 到哪儿不是过 我这个人 有一个信条 就是随遇而安 我不想和命运做抗争 因为那样会苦录我自己的 更何况这件事情 又是我最爱的人提出来的 可知道有一天 他和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 我是什么 我们结婚又是为了什么 我不反对他说 先想让自己的零下有后代 可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没有自己的孩子 我每次劝他去医院 他总是推三组四的 我扪心自问 我不是一个小心要人的男人吧 但是唯一的一个愿望 我想要孩子 变成一种伤天害理的时候 为了我们一日 每天都不取相性 互生 要是一个人的身体 我不想要上司而他们 这种朋友 您将在他的remean 家的生命 你才ей的状态 你不忍 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你的帮我们 但是我想跟你说 你可以走了 我和林家 从今以后 真的不再有关系了 来 哥 咱今天不聊林家的事 帮我一个忙 行吗 姐 我给您断了一支鸡 有气能炒的 我听欧阳说 鸡最近身体也太好 姐夫 我熬了点沙坡粥 我想看着姐 什么子宫内膜一味 又不是不治之症 又不是无欲无欲 永远是我人家唯一的血脉 我绝不能猫一丁点的风险 我相信你会想到他 需要你脖子 在沙坡粥 在沙坡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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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您变卖了上海的西郊别墅 毅然搬到本地 为了你弟弟打批事业 这是在连有养家发现的 你针对方淼宇是因为你弟弟 将来老了之后 你担心得没有人照顾 你和子东都结婚十年了 你们一直没有孩子 并不是出于你的无奈 而是你的选择 你明明可以怀孕 但是把子东哥催你 所以你一直偷偷地毕业 对吗 尤雅姐 父母都会嫌自己老去 子女也都会有自己的生活 唯独配偶 才是没让我们做完一生的人 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幸福所在吗 放手并不等于被跑推出 而是新的开始 你和子东哥都还年轻 这才是你们的生活 爱情和亲情如何正确地排续 我想应该是 相互互补有好并存 就连我自己小的时候 你曾因为幼稚 因为无知 处理不好爱情和亲情之间的矛盾 而失去了太多太多 我问房妙 当她知道这一切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恨她 她如何做到 当一切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怎么说 我一直拿姐姐当亲人卡 我当然不能当成 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至少 我得鼓起勇气试一试 她毕竟是悠扬的姐姐 我爱尤雅 我得为她试一试 尤雅姐 你也有你爱的人 这个爱人放弃自己的梦想 放弃自己的事业 放手一波陪你很多年 你觉得对她来说公平吗 现在 你应该好好地看看她 你也会让她来说公平 你也会让她来说公平 你未来的年轻 你也会让她再来说公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啊 自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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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